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公义 圣洁 慈爱的真神 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亲近你 我们要敬拜你 天父你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我们心中所想的 你知道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你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 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省察自己 看见过去的一周 有什么得罪你的言行举止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的心远离了你 以至于我们失去心中的平安和喜乐 求你老鼠 我们的言与行为 伤害了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的生活没有好的见证 求你赦免我们 我们自私自利 没有按着主耶稣无私的爱 去爱我们的家人 爱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 求你老鼠我们 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 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 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好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 天父 在这个凶恶的时刻 求你保守我们平安 求你保守年长的长辈们身体安康 天父我们求你彰显你的大能 阻止病毒继续的散播 让疫情得到控制 天父我们求你 医治感染的病人 看顾发热隔离的轻重病患 让他们身体快快恢复健康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在疫情 第一线上的医护人员 保守他们不会受病毒的感染 给他们的力量 坚守医疗的岗位 天父在这个凶恶的时刻 帮助我们活出爱 关怀身边的人 为他们祷告 当人们经历你的医治 经历你的保守 经历你的拯救 愿你的名被高举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阿们 让我们以诗歌来敬拜 在神的国度里 有权柄和能力 不凭邪气 不凭实力 单单单依靠出山里 在神的国度里 树神的子民 不分语言在你面前 将荣耀归于你 愿你国度 降临在这地 同行高举 主耶稣的神秘 愿你胜利 正在神秘 正在这地 实行神积 一致能力 我们注力 在你的同在里 在神的国度里 有权柄和能力 不凭邪气 不凭实力 单单依靠出生命 在神的国度里 在神的国度里 属神的子民 不分语言在你面前 将荣耀归于你 愿你国度 降临在这地 同行高举 主耶稣的神秘 愿你胜利 正在这地 实行神积 一致能力 我们注力 在你的同在里 我们是你 一切圈子民 带着天国是你 靠着生命 炫耀基督的能力 我们是你 我们是你 天国自民 愿你带来福星 再次出息 看见你 过度降临 愿你过度 降临在这地 同行高临 同行高举 主耶稣的神秘 愿你胜利 愿你胜利 在这里 同行高临 同行高临 主耶稣的神秘 愿你胜利 展现在这里 展现在这里 实行神积 一致能力 我能处理 在你的同在里 我们帮你 我们帮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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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国度降临在彻底 同行高居主耶稣的生命 Zither Harp 在主面前 细细数算深的原点 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 愿能抹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 愿走在你指引中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 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尽头海浪出于我同在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勇敢牵我像飘干直奔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感性穿风的最终奖上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 细细数算深的原点 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 愿能抹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 愿走在你指引中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 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尽头海浪出于我同在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勇敢牵我像飘干直奔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感性穿风的最终奖上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我神知道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尽头海浪出于我同在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勇敢牵我像飘干直奔 我的人生在你手中 自从加州政府上个月命令湾区的居民在家避难 shelter in place 我们在家里已经待了三四四天了 不知道您感觉如何 我觉得自己快受不了了 每天闷在家里 哪里都不能去 一大堆线上的视频的会议 每次开完会就头晕疲 疲惫 真的好希望政府快点解除禁令 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能够直接面对面见到大家 可是现在的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 我们知道 这个命令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这个病毒的蔓延 作为守法的居民 我们愿意听从政府的命令乖乖待在家里 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其他人 每个命令都有其中的用意 在家避难这个命令就是透过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来控制疫情 同样圣经里面的命令都是有其中的用意 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记载 神给以色列人十个非常重要的诫命 我们称之为十诫 为什么神发出这十条诫命 神的用意是什么 这十条诫命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要明白十诫的用意 我们需要知道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什么样的历史背景 神赐下这个诫命 在《出埃及记》 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奴隶做苦工 地图上的主编就是埃及 神拯救埃及人 离开埃及得到自由 从第十六章到十九章 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的旷野里行走 他们学习信靠神 供应他们每天的饮食 学习信靠神 帮助他们战胜敌人 最后他们到达了西奈山 也有人翻成西奈山 就是地图上用红色的字写的西奈山 当以色列人安营在西奈山的山脚下的时候 神降临在西奈山的山顶 彰显他的圣洁 而且在西奈山 神与以色列人立约 约指的是蒙约 是建议彼此关系的誓约 好像在婚礼上新郎与新娘建立夫妻关系宣告的誓言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五到六节 神对以色列人说 如今你们若真的听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神与以色列人的盟约就是 以色列人要做属于神的子民 因为神是圣洁的 属于他的子民也必须是圣洁的 十戒是一个约定 是神与以色列人的约定 这个约定就是神说 我是你的神 你是我的子民 神给予以色列人十戒 就是为了使他们成为属于神圣洁的子民 让他们在生活中见证神 在生活中见证他们与神的关系 十戒的用意不是拿来审判不认识神的人 不是拿来强行要求不认识神的人遵守 而是表明你与神的关系 表明你与神的约定 十戒是一个约定 去年十一月的一个周末 我连续参加了两个婚礼 也在两个婚礼中为新人 拉大提琴配约 很特别的是 这两对的新郎和新娘 当他们向对方说出婚约的誓言的时候 都是一边说一边在哭 非常的感人 他们彼此承诺 无论是顺境或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快乐或忧愁 我将爱着你 珍惜你 对你忠实直到永远 承诺的动机是因为爱 因为他们深爱着对方 那么遵守十戒的动机是什么呢 《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节 是十戒的前言 就是在给予十戒之前 神首先说的话 神首先说明他对以色列人的爱 第二节神说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做奴隶受虐待 神怜悯他们 神爱他们 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注意 是先有了拯救 然后才有了十戒 以色列人是先经历了神的怜悯 神的拯救 神的恩典 神的供应 神的保守 然后才领受了十戒 所以 十戒不是条件 十戒不是为了得到神的拯救的条件 十戒是一个回应 回应神对我们的爱 回应神的拯救 回应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爱 我们愿意遵守十戒 十戒是爱的回应 这就是为什么十戒里的第一条诫命 就是说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第三戒 神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神要他的子民 专一信靠他 不要三心二意 在信仰上不忠诚 以色列人从前住在埃及 埃及人是近多神教的 他们既是各种不同的神灵 有太阳神 有河水的神 有眼镜蛇神 有牛神 神要以色列人分别为圣 唯独敬拜这位宇宙的真神 弟兄姐妹们 你是否全心全意 单单信靠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还是你一边说 哈利路亚 赞美主 然后一边说阿弥陀佛 可能有人说 基督教的神怎么这么霸道 信他就不能信其他的神 那么请问 在你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你喜欢对方脚踏两条船 同时与其他人交往吗 你希望你的配偶 在外面有婚外情吗 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拯救了我们 我们要分别为圣 专一信靠他 见证我们信靠的神 是独一的真神 十戒的第二个诫命 是第一个的延伸 因为不可有别的神 所以我们要弃绝 任何神灵的偶像 第四到五节 神说 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们 为什么 神接着说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 是祭邪的神 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被造的东西 被造的万物 当作是造物主来敬拜他 譬如把牛 当作是神来敬拜 这是侮辱了 这位至高的神 为什么说神是忌邪的神呢 这里有忌妒的意思 就是说 神是忌妒的神 他不要属于他的子民 去敬拜其他的假神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可以用雕刻的偶像 来代表神 更不可以有偶像 来代替神 我再讲一次 我们不可以用雕刻的偶像 来代表神 更不可以有偶像 来代替神 当我们让人创造的东西 包括钱财 地位 民生 代替的神 成为我们侍奉的对象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第一首位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那不是神 那么 占据神这个位置的 就是我们的偶像 神 神不但是记写 基督的神 神是爱恨分明的神 第五节 神说 恨我的 我必惩罚他们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第六节 爱我的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施慈爱 直到千代 神是爱恨分明的神 可是这边说到 神的慈爱 远远超过他的怒气 神的慈爱 远远超过他的惩罚 重点是 顺从诫命 或者不顺从诫命 对与神利约的子民 都有深远的影响 可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我们弃绝偶像 我们归向神 神的爱 就会遮盖我们的罪 当我们弃绝偶像 我们见证 只有这位独一的真神 值得我们的敬拜 我们不可以用偶像来代表神 那么什么可以代表神呢 第三个诫命是 神说 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名字很重要 因为名字代表称为这名字的人 同样神的名字代表神自己 神看重他的名 神重视他的名声 神的名字是耶和华 也有人翻译成亚伟 意思是自有拥有者 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主宰 这是神彰显他大人的名字 也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名字 什么是妄称神的名 就是不尊重神的名字 随便滥用神的名字 来发誓 来诅咒人 来满足我们的私欲 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否敬畏神 可能我们不会随便滥用神的名字 耶和华 可是我们的生活是否荣耀神的名 当我们敬畏神的名 我们在生活上见证 有好的见证 让人看见基督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 那么神的名就得到了高举 在这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弟兄姐妹 他们帮助社区当中的年长的人士 去帮他们买菜 帮他们送菜给他们 他们并且捐重日常的这些生活的必需品 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们以主的爱来关怀周围的人 这样的行为 这就是在生活上荣耀神的名 第四个诫命是 当纪念安息日 首为圣日 六日要劳苦做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 以着神当首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奴仆 卑女 牲畜 以及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都不可做任何的工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 耶和华照天 地 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就安息了 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安息日 安息日是神设立的生活规律 工作 休息 敬拜 安息日是与神立约的生活作息 把一天分别为圣 是属于神的 放开双手 放慢脚步 放松心情 亲近神 敬拜神 享受安息 对基督徒来说 安息日的诫命 重要的不是在一周的哪一天 而是我们学习卸下重担 经历从主而来的真正的休息 安息日教导我们学习休息 帮助我们保持身心灵的健康 安息日教导我们学习信靠神 而不是依靠自己每天拼命努力工作 在居家避难的时期 不知道你是不是反而更难有规律的休息和敬拜神 每天忙着工作 家班 忙着煮饭 忙着家务 有孩子的家庭更是忙着安排孩子的学习 度处孩子的学业 也是我们每天忙着船团转 身体非常的疲惫 另一方面又因着疫情 心理焦急焦虑 因着经济这个萧条心中担忧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你更需要经历从主而来的真正的安息 你需要休息 哪怕是一个小时安静来到主的面前 把你的劳苦重担交给主 或者你因着疫情失去了工作 这个时候经济压力很大 心情很不好 你这个时候 也是需要把你的重担交给主 在患难中 经历主给你的力量 和给你的平安 十戒是一个见证 十戒的前面四条诫命 主要是教导我们与神的关系 教导我们如何在生活中 见证这位独一的真神 接下来的六条诫命 主要是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是教导我们如何在生活中 见证什么是神看为重要的 第五个诫命是 当孝敬父母 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看重这个诫命 甚至应许以色列人 如果他们遵守这个诫命 他要祝福以色列人 在应许之地的日子 得以长久 对中国人来说 孝顺父母 是我们传统的美德 是天经地义的 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作为基督徒 孝敬父母 更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不仅仅是要尊敬父母 更是在父母年老的时候 我们做子女的要尽本分来照顾他们 来陪伴他们 作为离开家乡的海外华人 我自己感到很愧疚 因为父母年老了 可是我不能在他们身边 他们也不愿意来美国 所以只好我每年来回去 回国去看望他们 然后经常与他们视频通话 问候他们 为他们祷告 第六条介面是不可杀人 或者可以翻译成不可谋杀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尊贵的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 不可因着贪婪、嫉妒或仇恨 去谋杀人的性命 第七条介面 不可兼饮 婚姻是神设立的 是神的祝福 是神圣的 神的心意是夫妻彼此相爱 彼此忠诚 在忠诚的婚姻性生活中 见证神 第八个介面是不可偷盗 神的心意是人与人之间 彼此尊重 彼此信任 我们不可以偷拿别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偷抄别人的研究结果 我们不可以偷到别人的智慧产权 第九个介面是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灵社 神是公义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在法院里做假见证来陷害人 神也是真理的神 所以我们要诚实说出事情的真相 不要为自己的利益传播假消息 第十件事 不可贪恋你灵社的房屋 不可贪恋你灵社的妻子 奴仆 卑女 牛驴 以及她一切所有的 请问你是如何看待你拥有的一切 是感恩 是满足 还是贪恋那些不是属于你的别人的东西 人的心是贪婪的 物质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们 只有神能够填满我们内心的空虚 当我们学习凡事感恩 我们就见证只有神能够使我们感到完全满足 如何回应神的话语呢 我建议在这个星期 在每一天开始 你向神祷告 以下三个祷告 三个线 第一 祷告圣灵 我在哪些地方需要认罪悔改 哪些地方我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做 第二你可以祷告的是 求主耶稣我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来 见证神 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见证神 第三 你可以祷告天父 帮助我完全爱你 并且练习在生活中 爱我的灵舍 希望 你以这三项来 这个祷告来开始你每天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拯救了我们 你拯救了我们 你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 我们要回应你对我们的爱 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要来见证 你就是那位 宇宙独一的真神 我们要来 在生活上 我们来按着你给我们的 生活的规律 我们来生活 我们要安息 我们要把一天分别为圣 来安息来敬拜你 天父我们也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见证你 见证你的公义 见证你看待这个父母的关系 我们要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你看待 我们来见证你 你是赐恩典的主 在一切一切主啊 帮助我们 能够来在生活中来见证你 每一天靠着圣灵的力量 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现在让我们以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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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天父我和人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化愈如甘霖 每时刻我需要你 身泪如雨降临 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化愈如甘霖 每时刻我需要你 身泪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淡淡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不求 明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清楚爱你的心 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化愈如甘霖 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身泪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淡淡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不求 每一天我需要你 天我需要你 永不失去清楚爱你的心 你需要你 这我的不求 这我的不求 我生命淡淡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补救 每天都跟爱你 永不失去清楚的你的心 这是我的道道 愿我是你感染 会荣耀给耶稣 这是我的补救 每天都跟爱你 永不失去清楚的你的心 每一天每一刻 我要更多爱你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大家庭 在居家避难的时期 我们不能够彼此面对面接触 但是让我们保持彼此紧密的连结 现在我们各个团契小组都有在线上的聚会 等一下视频上会有联系团契小组的方式 鼓励你加入小组 一起与弟兄姐妹们在疫情的时期彼此鼓励 一起祷告 愿神祝福你 祝福你的一家 平安健康 下一个周日 我们继续在线上 一起敬拜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